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在中期CV的市场里 有一款非常热门的汽车 那就是哈兰达 或许有些人本来没有关注过哈兰达 但是竟然在各种汽车广告中看到 该车嫌吊打哈兰达的字样 一来二去 也就和哈兰达混了个面熟 但是哈兰达之所以处处被吊打 还是因为汽车辆好 名头望 这就是现代销售最爱用的蹭热度的手法 不过较真而言 真正出去吊打哈兰达的 最终却被哈兰达打脸的车型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就要讲讲 涂达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涂达是日产旗下的一个品牌 在今年4月登陆大陆市场后 由于郑州日产研发生产 上市之后 郑州日产打出了 20万加最强和超级对标普拉多的口号 但实际上两个月下来 总销量不到4000台 这样的业绩甚至在冷门的楼兰 蓝鸟车型之下 很多人纷纷质疑 它为什么会有底气吊打哈兰达 从配置上看 图达数的哈兰达仍是必然结果 首先在动力系统上 图达采用是250自吸发动机 最大功率仅有184马力 这样的数值不要说在当下ECV中 进入高端行列 能够达到平均值都值得怀疑 这让图达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法力感 而其中最大的槽点 还是图达的古式首刹 据称 这样的刹车系统即使是5万以下的低端车 都很少配置 然而号称20万最强的图达 居然会明目张胆地采用这样落后的刹车系统 实在是让人佩服其勇气 再有在舒适度和驾驶体验上 图达远远不如同级车 虽然图达简论说这也是硬派车的风格 但是显然 消费者并不是这一套 对色你们怎么看呢